爱他就学会懂他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练学堂情感 我是楚儿 之前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大意就是 在这个靠图片和文字 就能获得一大波点赞和评论的时代 谁不是一边沾沾自喜 一边惶恐不安 因为看过了好久 原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 但是啊 这句话给我的感触挺深的 不太擅长发朋友圈 偶尔分享一首歌 或者放几部自己喜欢的动漫的图片 但是讲真的 列表里朋友那么多 点赞和评论却是寥寥无几 但是后来看到一些朋友圈 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 如果你有一项特长或者是爱好 并能为此坚持付出 偶尔晒一晒 那么这样的动态 还是可以给自己加分的 之前在某平台写东西 发文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人 有人文采斐然 有人画功了得 还有一些人拍照技术非常棒 很庆幸和他们加了好友 虽然有些人不怎么说过话 但是 只是看他们的朋友圈 就令人赏心悦目 感觉非常舒服 看了他们的朋友圈 发现有这么几点小技巧 可以为自己加分 第一 一定要积极向上 正能量 请不要一直在朋友圈抱怨 发牢骚 经常有一些人在朋友圈 发脾气骂人 说脏话 抱怨上司 抱怨工作 甚至 抱怨自己的老师和父母 或许这样的朋友圈 发一两条 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关心 但是 事不过三 再发这样的朋友圈 或许别人就该屏蔽你了 之前有一个朋友 打开他的朋友圈 全都是意思 基本相同的一句话 负能量爆棚 而且可以一连发好几天 且不说内容如何 就这种刷屏的态度 明显是给别人提供屏蔽自己的机会 不是吗 有人会觉得 自己的朋友圈 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关其他人什么事 但是 其实啊 不是这样的 至少你的朋友圈 折射出来的 是你自己的生活态度 把不好的自己 暴露给别人 这样的事情 谁乐意 第二点 如果有特长和爱好 请不要害羞 大胆的表现出来 毕竟能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出 是值得的 认识一位兼职摄影的小哥哥 最初认识他也是在某平台的社群里 他虽然还只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却已经靠着摄影技术 经济独立了 后来勾搭了他 看了看他的朋友圈 才发现啊 原来他玩摄影很久很久了 从一开始的不敢发自己的作品 到别人开始排队预约 他坚持了好几年 从一开始的害羞的要命 到后来的自信满满 付出的艰辛啊 自然是不用说了 但幸好开了花儿接了果 第三 如果有条件 健身吧 偶尔晒晒你的马甲线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认识一个坚持健身三年的医生 之前在医院见过他本人 虽然高大 但不帅气 因为太胖了 尤其是脸颊两边啊 都是肉 连眼睛都看不清楚 还有些自卑 但是 现在的他完全不一样了 坚持健身的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减脂增肌 蜕变了自己 我们都在晒烧烤美食的时候 他晒跑步机 偶尔会发一句鼓励鸡汤 配上自己晦汗如雨的背影 虽然有时候内容并不心潮 但是却让人觉得很舒服 他并没有因为瘦下去就放弃健身 而是把健身当作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直到现在 他白天是医生 晚上是健身房的兼职教练 令人羡慕不已 第四点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朋友圈要适当的发 过有不及 也不要发虚假的朋友圈 如果你有恋爱 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视频右下方的微信 我可以一对一的帮你解决情感问题 我可以 我可以